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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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这些字是不能够互换的 摩有一个交流互相学习的意思 比如观摩 摩一定是这个字 摩有一个表示接触的意思 摩天大厦 即是大厦高到碰到天 摩天大厦 按摩就是摩 还有一个诚语叫肩摩谷击 是什么意思呢 形容很擠逼的地方 人走就碰到肩膀 车走就车的轴 你骗我骗你 这叫肩摩谷击 车又失人又失的意思 所以摩是有一个接触 碰到的意思 什么叫做摩 物理学上面有一个名词叫摩擦力 摩擦是怎么来的呢 是两个物体碰到 当它们互相有相对的运动的时候 就会有阻力 那叫做摩擦 碰住的时候出现的阻力 就叫做摩擦力 再看看这个磨字 我们知道折磨 磨滅 磨灭 磨损 磨损 磨刀 磨刀缝 磨刀石磨就用磨 还有即磨炼 我们用来磨芝麻 磨米的石磨 又是磨字 可以当名词解 所以两个字应该是不同的 但是这个磨是什么呢 亦是两个平面硬在一起 即是发生的作用 磨刀将刀在磨刀石上往返移动 和摩擦也有类似的地方 现在说贸易到底是磨刷还是摩擦 原来这两个词都有人用 可以说贸易磨刷和贸易摩擦 后来中国发表了一个意义相同的 但是写法不同的词的一个表 建议如果有用到的时候最好用哪一个 摩擦和磨刷就出现在这个表 按照那个表的建议就要用摩擦 所以留意一下来自中国的正式文件 或者正式的讲话全部是说摩擦 中美贸易摩擦就不说摩擦 我又问一下你了 摩拳擦掌还是摩拳擦掌呢 两样东西 听到有些人在拗叫 我们似乎广州一直都叫摩拳擦掌 那当然要摩 他说摩拳怎么摩拳呢 拳和掌都是手来的 拆字也是剔手边的 那当然有手指叫摩拳擦掌 那你决定哪样东西才对 谢谢大家 груп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